好 听到呢 这个第一首付呢 最一开始只要付5%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条件真的是蛮不错的 如果你现在刚好正准备在看房 而且看到有这样子的案例的话 一定要小心 这背后可能还会出现了 衍生出了法拍屋的风险 而且呢 原来是因为跟支票购屋有关 我们都知道其实银行呢 他们在借钱给这些建商来盖房子的时候呢 这些房子最后呢 还会再转卖给这个民众 但是如果在这时候 可能里面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建商手上有一些库存的房子 我卖不掉 我想要赶快出清的话 这些建商他们就会提出一些 比较好的条件 所以如果说是1000万的房子呢 一般我们都说了 你应该要付的呢 大约是10%到15%的这个订签开 就是订金 签约金 还有开公款 所以如果以1000万来讲 大约是100万到150万 可是这个建商就跟你说 我们不用付那么多 我只需要付50万就好了 其他的钱怎么办呢 都让你开支票来支付 所以有一些民众呢 看到这样的条件 觉得确实蛮好的 我现在手上没钱 加上建商会跟你说 你房子啊 等到要交屋的时候 还会再涨价 你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来转卖 所以如果说呢 你在首付的时候 只要付50万 甚至呢 有一些投资客 会在这个时候 赶快多买几户 但是问题出现在哪里 问题就出现在后续 如果你拿不出钱的话 可能会衍生出了法拍屋的危机 这是因为呢 不管是投资客还是自住客 这些支票呢 其实有时候 你是可以开2到3年的 但时间到了之后 你钱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建商 建商如果刚好 他手上也没有足够的钱 这时候会怎么办 出现了跳票 所以法拍户就会越变越多 而银行他们要怎么样 现在透过了这些公股营 来紧急盯出这些黑名单呢 主要是因为银行在借钱 给这些建商的时候 他们其实呢 就可以透过一些勾机 去查说你里面 是不是专门做投资客 怎么查呢 你建商卖的房子 假设是100户 你应该一成呢 大约是1亿元的话 那么实际上却发现说 这建商实际上却只有 它的账户里面 可能却只有5000万元左右 代表说呢 你的钱根本就不是 原本的这个应付的10% 这样子的金额 就会认为说 你可能里面是投资客 就会有风险 干脆的把它列为了黑名单 但如果说你是自住者的话 你觉得我本来就有钱 可以拿出来 我也不会说后面跳票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些 不效的建商 利用这种方式 可能最后这个建商 自己跳票的话 对于这些 守信用的民众来说 同样还是一种风险 以上是这节最新 说现在无论是买 还是租的市场 都非常的热 以小自足来说 买不起也好 那我们租房 但是呢 现在租金一直在涨 关键就是这个租金 一直在涨 原本的房租就已经 快吃不消了 一直涨 我真的快动尾条 该怎么样租的比较划算呢 专家就教你了 赶快首刀来抢 公办社宅省租 而且最高能够年省 13万元 这么的多 好 心动想行动了吗 来看到 以双北社宅为例 现在总共招租了 1855户 北市部分呢 961户 但是7月招租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别灰心 现在看到隔壁的新北894户 现在一直到9月18号 都还可以来收件 也就是说 你现在来行动的话 可能还来得及 但是你的竞争对手 非常的多 尤其是家庭 有两个学龄前孩童的家庭 因为他们可以多加一支钱 提高他们的中奖率 好 其实非常多人在抢 为什么要来抢呢 你看到他条件多好 六年内的新房 通常呢 他都是一个非常新的新屋 来给你租 而且他的配备呢 也是全新的 月租多少钱 看到了比周边便宜两成 他的周边其实呢 通常都现在热闹的都市 或者是交通便利的地方 通常附近就会是捷运站 或是公车站 但是这么便宜 要不要抢 当然要抢 但是当大家都来抢的话 你就可能抢不到了 有网友就干脆来划划看 其他物件 结果就被他看到了一个奇葩房 怎么说他看到了这张照片 这里头是厕所 而在里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 你看到旁边这边这张图片上 竟然在里面的架子 放了一台冰箱 让他惊呆了 这个冰箱一打开来 万一有飘出一些异味 他可能会分不清楚 到底是冰箱里头传来 还是厕所里面传来的 其实呢 这一个套房总共呢 四平大 里头还有一个双人床 虽然说旁边这个空间 能够走得不是很大 但看得出来他虽小 但是呢 可能一些相关的生活功能设备 还是算是正常的 而且要价的是月租六千块钱 但他嫌贵啊 他认为是今日台湾 明日香港 他把这一间套房比喻成 像是香港汤房这样严重的状况 认为一个家被分成了好多个区域 根本就是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呢 网友就炮轰 他说你在台北市套房 租到这个价格根本就是超划算 没人逼你租啊 或许呢别人还想租 这个冰箱在厕所这样奇葩租物 可能还是有些人可以接受 好 确实大家都想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来租 条件比较好的物件 比如说要回到刚刚说的社宅了 好 现在呢 你抽社宅 全国社宅的进度 我们来看看 现在有三万户已经完工了 有高达八成是来自了新北 台北以及是桃园 那么在新建中的呢 现在看到了有十二万户 而且计划增建的也有六点九万户 加起来会有二十二万户 大约是二十二万户的这个社宅 都可以来提供给民众 来需要的民众来抽签 但是你这个抽签就要拼运气了 新北的中签率大约是十二趴 其实这个中签率大概呢 每个县市大概是十趴到二十趴之间 所以这个十二趴算是一个正常的区间 但是呢 你要符合一些条件了 包含像是呢 你满十八岁 而且在当地呢 是有涉及的 有就学或者是就业居住需求 以及你的家庭成员是没有自有住宅的话 你就可以来参加抽签 但是刚好提到了 大家都想抽 真的非常的难抽 你看到现在抽到了 大家放弃的比率也不高 台北市呢 有高达九十九趴的人 都愿意乘租下来 而在台中市呢 也有高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人 就直接租到 抽到了就直接乘租下来 不会轻易放弃 桃园市的部分 你看到真的是义乌难求 四千户的人已经满足了 还有多达它两倍数 是八千人在后部 结果呢 隔年还要再重新登记 有人就形容 根本就是要等到天荒地老了 想抽社宅 义乌难求 好像在跟这个抽乐透 一样难 好 以上是这一节的财经资讯 再把时间再还给主播 整排老屋 门窗都长满铁锈 周扎荒凉 人烟稀少 在内湖这样的地方还出现了四平租屋 拥挤的套房只塞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晒衣架 仔细看床几乎就是睡在厕所门口 空间超窄 杂物堆到不够放 冰箱甚至还得直接摆进厕所里 不少人看到都直呼 这根本就是香港汤房 因为一个月租金还要6000块 可是我自己不敢住 很小而且就是感觉拥挤 然后附近又没有交通工具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干净一点 所以应该是不会住 不少网友就担心洗澡时会不会直接触电 但实际制电房仲后 这间套房早在13号就已经出租 大台北奇葩套房还不止这户 在拉帘后的房间你敢住吗 这是在台北市士林区的雅房 房间内只有一张单人床跟桌子 因为位于地下室上厕所要走到一楼 想要洗澡跟洗衣服要走到六楼才能办到 五坪的大小一个月租金就要4500元 如果是一些一线的城市甚至像是首都 可能都会有在这个租金价码上面 来到一个比较高的水位 那一般的民众如果要去着重于 种租金上面的可以负担的情形 就会去地区可能就会牺牲到 他的这个居住的平处 就会产生说一些小宅化的情形 租金不止贵 屋况状况又差 再次见证台北真是巨大不易 东森财经新闻毛糟平 蔡新配台北报导